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12月16日正式挂牌成立,并将于21日起受立当事人立案。 这也是继上月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之后,大陆第二家专门的知产法院。 与前者相比,广州知产法院还将先行先事多项司法改革的措施,实现跨区域受立相关案件,其主审法官由公开临选产生。 广州知产法院的审级相当于中级法院,将在未来三年跨区域受立除深圳市以外广东全省的相应案件。 广州知产法院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,每名法官都将对其所审理裁判的案件终身负责。 广州知产法院的首批10名主审法官是面向广东全省法院招聘,再由一个专门的独立临选委员会打分临选出来的。 此前多年来,广东省各级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占到大陆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。